近日,因寒宗单身级地域大热的宋志雅被网友扒出 发在社交平台上的名牌衣服、食品、包包很多都是假货 她的豪宅也是租来的 消息已经爆出,立刻引发网友热议 毕竟宋志雅在节目里走的是白富美的路线 没过多久,宋志雅就发布手写信向网友和品牌方道歉 称自己因为无知而犯错,以后会更有责任感 随后她还把设计假货的视频全部删除 但网友对此并不买账 他们继续深挖,发现宋志雅送节目主持人的衣服是假的 连给爸爸的生日礼物都是假的 但宋志雅的经纪公司却并不承认 此前宋志雅在爆红后看到国内市场有利可图 便在国内多个社交平台上注册账号 友爆料称宋志雅在国内接广告 一条报价就高达60万,代言费更是高达200万 这让国内网友感到不可思议 宋志雅穿假货这件事可大可小 作为普通人穿什么是自由 但作为网红,她确实不尊重品牌的成果 也对品牌形象造成一定的影响 宋志雅经此一事,形象肯定会大大折扣 网友也对她失去了信任 看来她在国内的捞金之路就要结束了